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就是 Land Dispute in Tindra Ends in Wing Wing Settlement 他们是花了二三十年 把人家土地就是狠狠地拿去当时 待盲目的时代 这个Land Grabs把人家土地抢去是平常市 他从中捞了 捞钱捞一笔一笔 就是这样出租出去 不管这个人民 这个人民的死活 我是可以用这么严厉的话说他 你看他们现在跟IOI的Preda Foundation 跟八个community区在丁扎 终于现在已经解决了 大致上解决这个问题 他甚至这个也到这个法庭 这都逼人家上前了 所以他们人民才会把这件事 拿到法庭去处理 这花了好多好多时间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了 现在终于这个GPA政府采取他一定的行动 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要给他一个称赞 这是Muric要给这个阿班族政府 这个是有这个Penguan出面 去跟这个公司 IOI的公司交接 这是最长的 The longest land dispute in the state State我们沙罗约跟马来亚十一周不一样 所以State X要大写了 这是从1990年代开始到现在 到今年才解决 不是要30多年了 要30年了对不对 将近30年了 20多年了 所以这是其他细节的 像他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土地 是有这个John Venture Company 等一下又重叠 跟这个NCR土地重叠了 所以这个土地后来就是 被这个IOI的人拿去 这个超过20年 所以影响到3500人 这些居民 这是他们现在 relinguish就是他们一定要 起掉就是放弃 就是要还回 放弃这些4615 hectare公顷的土地 就是这些土地的9000土地中 是这些人民的 八个communities人民的 的一半 你想想看 这样让人民 有多少的这种精神折磨 土地被人家 就是这样子拿去 如果现在经过了这个 negociations 谈判 guidance 指向 这个有关单位的 relevance 代理agency 这些国家 对 作为NCR的土地 作为农耕 不是全部拿去做那个 油中油可以喝的吗 可以喝饱吗 所以这是阿班族政府 做的对的事情 这是安都这个大印玛木时代 所换下的三天害理的种种 种种罪恶 终于给他们一个 冤有存 所以在这个 彭官说 What belongs to the people will return to them 没错 他说这证明说 To those a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ench 这些讲 就是讲这个政府 在政府是强夺人民的土地 他说不对 不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事 你这样子是媚就良心讲话 Against your own conscience 讲出这种话 所以这说 你把人家土地拿去的时候 一下子就把人家拿去 现在要归还人家的时候 还要需要很多时间 所以this is unreasonable 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些谁有参与这些的 参与这些的 就是这次的这些谈判 就是 Tato Sri Jesse Fong也在里面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说 政府变成 政治集团变成这个财团的时候 很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会发生 他们里面没有人民 只有自己的利益 存位跟利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